姓长的 我刚才已经决定放你了 但现在看来 似乎你想死在这儿 晚上好 孙总 程掌柜认得我 也如此地不按常规出牌 想必是 罗然谷将军的心腹 说得好听 恐怕 那 我也是你暗杀的目标吧 暗杀 让我来猜一猜 一定是从雷大明那儿露出情报 说龙英钱庄静安分号的程掌柜 自告费勇 愿意替老爷来分忧 其手段就是 暗杀罗人古极其心腹 可是 您并不信 对吗 因为 您也害怕被雷大明借刀 不愧是黄老板身边的红人 程掌柜都说了 你我早晚一战 还是光明磊落些的好 孙总管 你 您与黄卢红是不是有女战 因为我才问你 此话何意啊 因为我已经受够黄卢红 上下的算计还有武汉 其实我今天来 也是想 投靠罗将军 秦桑的 秦桑的 我刚才已经决定放你了 那现在看来似乎 你想死在这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曾中改 应该有打赢过 我一直被案在静安分号 我替黄露宏做了那么多事情 可是您看看 赌场被谁管着 鸦片谁在卖 都是雷大明 而黄露宏家大业 打这些日进斗金的生意 我一个份都占不着 这黄老板有人在而不用 我想他也不会如此混用吧 志愿 他就是怕我太能干 我曾经也想过去卖鸦片 也想过插手赌场的事业 可是黄露宏一直安慰我 说有更好的买卖等着我 于是我就信以为 这一直在静安分号静候 要不是罗将军一枪打过来 只包不住火 我都不知道 原来更好的买卖不是没有啊 只是他不愿意给我 甚至都不肯让我知道 张掌柜 你想投什么固然是好的 但你要什么都不知道 我想罗将军也不过有兴趣 我至少知道 罗仁谷将军下黄露定购了 二十二万元的手枪子弹还有炸药 你还知道什么 我还知道 如何让这批武器全属规模 这武器现在还在海上飘着 你如何让它规模 孙总盟 这世界上可没有尚未见面 就先送见面他的傻瓜楼 如果罗将军接纳 我愿意与他见面相览